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那么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12mini 这12mini有三个内存 64、128、256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机器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标签上是写了一个有锁 然后是亮机 我们首先看这64的 这64两个都是一个85的效率 我们看一下橙色吧 这有锁的话就是卡贴的 反正这个应该懂得懂 我卖的一般都是这种比较多 橙色的话可以看到非常的亮 橙色的话几乎是没有那种瑕疵 就一点的细微的 非常细微这种 贴膜亮屏就不对这光线看不到 然后贴个膜也覆盖亮屏也看不到 这个是非常细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64的反正边框的话非常OK 没有磕碰这个 这两个64的是搞特价的 这种机器之前市场拿都要1000块钱 然后我这个零售是一个999 这样64 我们看128这边 128这边的话就好一点 128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绿色的96的一个效率 16.1系统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机框 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绿色 然后它又是D系统 我们来看红色 98的一个效率 15.3系统 这个反正 这种机器都是非常少的 来看一下这个 85的效率 这个86效率 然后我们来看橙色吧 我们先看这两个机框比较好的 红色的话可能 可能说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乐销 不过像这绿色的话是非常的 基本上 很快就能卖掉 像这种的话都是比较强手的 这个绿色的话 红色虽然说它这个颜色没有那么好看 不过它这个机器激光好 首先它电池效率的话非常高 然后它又是一个15系统的 像15系统这个机器 用这个系统的话 就是它非常流畅 而且比较省电 像这个系统的话 大家看这个边框层色的话 没有刻碰 非常的亮 这一批机器的层色非常的好 所以有一点暗花 看没有 一点运输暗花 然后这个也是有一点运输暗花 像这种暗花的话 反正你不用 你只要对着光线去看 是根本看不到 就基本上是无视忽略的 像这种机器就是这种暗花的 忽略着型这种暗花 然后我们看一下剩下的 就买二手机是暗花是肯定是有的 只要它是二手的 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的暗花 就只要你在使用这个机器 它是必定会出现一点的 我们看这个 像这个黑色的话 它就有一点痕迹 看到没有 黑色的 它这个机器的边框容易出这种痕迹 使用痕迹 来看一下 这边也有一点黑色的话 可能有一点痕迹 那紫色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 我们看 这个背面的话反正也有一点痕迹 黑色这个橙色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 就有一个大花痕 黑色这个就倒是便宜一点 这个是有一个大花痕的 反正黑色也就特价出了吧 这个原装机器反正是肯定是原装的 就是橙色可能没有那么好 黑色这个 然后紫色这个的话也有点花 这个框倒是还可以 就是屏有点花 看到没有 这两个屏是有点花 然后它橙色电池也不高 这两个倒是也特价出了 然后这两个高效率的话 反正就是比较好 这两个也能特价出 这种硬伤的话反正贴个膜 也能覆盖的差不多 不过它不能完全覆盖 反正到时候价格肯定是 就把这个盖板的钱是扣掉的 到时候肯定是不会 不会超过这个 你们预算的一个128的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三个256的 一个是94的一个效率 一个是89的效率 还有个白色 86的效率 这机器的话 白色是非常少的 我们看一下边框 边框的话 它这个是有一点点磨损 这里一点点非常细微 看一下 反正橙色的话 边框都非常的亮 非常的好 就这两个屏幕 有点硬伤 2128的 这些的话 我们看屏幕 这个就连暗花都非常少 可能没有 连暗花都非常少 基本上是一个 冲心的 记起来 这种的话 暗花都非常非常少 这个是有点脏 这里 这里基本上 就是冲心的一个橙色 你看看这个 连暗花都是基本上没有 就是有点脏 反正擦下就OK了 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就行了 这个暗花都比较少 这3256的话 就是一个完美充信的 就没有什么瑕疵 基本上 然后价格的话 我们来定一下 就是64的话 我们就特意出 899 两个橙色非常好的 64 就 999 说错了 899要亏死了 99 然后128的这两个 这两个机框 非常 屏幕比较花一点的 这两个就是1099 就反正价格的话 肯定是市场花 机也是这个价格 我就这样按市场 好像继续出1099 反正这两个机器买 也是不会亏的 然后这两个电池高的 然后系统比较低的呢 咱们定价就是1199 1199 OK 256的话 我们看一下 256因为这个机器的激况 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说 大家都会优先要这个机器 所以咱们价格的话 也不一样 像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 咱们就这样 因为这个是1199 然后这两个 我们就加100块钱 256 就1299 然后这个就另外贵50块钱 就1350嘛 对吧 省着 省着有些 如果这个都是1299的话 就大家都想要这个 那就有点不平衡了 对吧 反正这两个 就1299 这个就有1350好吧 也是特价的 这个机器的激况 都是非常OK的 然后这些的话 反正就 就这么 就这么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 层色比较好的 像市场上 这机器现在也非常非常少了 反正这机器 像这种机器 买到的话 基本上 都是收藏意义比较大 反正用起来的话 也不会怎么去贬值 你买过去玩个一段时间 你再出手的话 也亏不了多少钱 然后基本上买过去的话 都是备用 收藏 反正就 就买过去玩一下 就是这个机当阻力机的话 可能说有点 就256 128的还好 就64这种 当阻力机 现在都用不了了 因为它内存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这种小屏的话 反正有些 有些有这种需求的 可以就是买一个回去玩一下 因为这机器 你就算买了 完了个百月 你出手是亏不了多少钱的 又它这个价格就摆在这里了 你要再往下的话 那其他的机器的话 那都没法卖了 对吧 OK 那么这些机器 有需要的可以准备详情 找我了解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